3. 星島日報 南韓大學教授領藥學生逼吃分 2015年7月15日國際A23南韓京基道一名52歲的大學設計系教授 涉嫌強迫他以前的學生吃人分並對他施暴,被警方拘留 京基道成南市警方周二表示,這名教授曾用球棒毒打、噴胡椒噴霧、 強迫崖惡等各種殘暴方式欺凌受害人,加害者還包括教授過去的三名學生 這名教授2013年僱用受害人在他所述的非牟利團體工作 開始對這個現年29歲的弟子施暴,令他過其博渣皮的無敵生活 令人摘死的時,教授竟然不止一次命令受害人吃屎喝尿 甚至上傳如何靈約學生的影片至於朋友分享 受害人爭訴道想要跳看江志進 他告訴警方,教授是學界設計領域的權威 2005年進入大學就督時,結識這位教授 警方指教授經營的組織是發行學術期刊和舉行論壇的非牟利團體 但警方拒絕提供者名教授和其餘疑犯的性命和資料 受害人性命也未公開 受害人表示,當初教授聘用他的月薪為100萬韓元 約6800港元,後來逐漸減至30萬韓元 約2040港元 教授自2013年3月開始施暴,不僅粗口辱罵 甚至用棒球棍痛吐他,以至優養了六周才康復 受害人說,老師頑強迫他向辦公室的女性後輩以專誉 向長輩或同輩使用的敬語,應對 被軟禁辦公室捱我三天有時教授以業績不佳 在辦公室軟禁他,並強迫他三天不得進食 又以拖鞋打他耳光,傳送手機簡訊欲碼他 他甚至曾因二度消糖傷入院治療 警方調查顯示,受害人在醫院療養期間有棄無力 誘惑症前身,教授和另外三名員工說受害人不但犯下專業錯誤 品行也不佳,這三名員工也是這名教授過去的學生 警方表示,被告涉嫌將塑膠袋套住受害者的頭 並往塑膠袋內部噴胡椒噴霧,至少十六次強迫 受害人吃他們的糞便和學裝在塑膠瓶中的尿液 警方指受害人選擇忍耐,是因為他希望教授可以幫他成為一名教授 這名教授也被控強迫受害人在餐廳工作,然後拿走他的身水 警方表示,受害人工作的餐廳員工向警方通風報信 南韓當局才注意這宗案件 綜合報導